设计模式也是分组的 它分为创建型组合型和行为型 创建型就是说我们有那么几种设计模式 专门来讲这个对象到底是该怎么去创建出来 就是说它怎么去生成 组合型呢就是有这么几种设计模式来说 我们这一些对象或者说这一些类 它到底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形式 因为有时候你单靠一个类不可能完成既定的需求 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组合的形式来弄起来了 然后行为型就是说有那么几个设计模式 它涵盖了我们日常开发中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行为 常用的行为应该不是特殊的行为 常用的行为 然后这几个常用的行为呢应该怎么去布置 怎么去开发怎么去做 才能满足我们的设计原则的要求 就是这三种类型 然后里面所有的设计模式加起来 是一共是23种设计模式 23种设计模式分别分布在这三种类型中 我们看一下创建型 创建型呢有工厂模式 单立模式和原型模式 工厂模式呢 我们这儿已经涵盖了工厂方法模式 创建工厂模式和创建者模式 还是说我们之前说过那个 我们要做前端特色的设计模式的讲解 就是如果你要学习Java的设计模式 那工厂方法 创建工厂和创建者设计模式 那肯定是完全是要分开讲的 但是在GS中 因为限于它的一些场景和一些受限的一些语法 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三个 涵盖成一个工厂模式 这样就完全OK了 因为我们所有的应用场景中 咱们不说那各个行业的业务 就是说我们日常用的一些工具框架 它里面的工厂模式 基本上也就是这么一种 没必要分那么细 分了细了反而会不好 反而会影响学习效果 工厂模式是讲 怎么那个对象 怎么去创建出来 怎么去生成 单立模式是讲 如果这个系统中只有那么一个单独的对象 不能出现第二个 那怎么办 原型模式就是说 我们如何通过一个现有的对象 然后通过好备的方式来生成一个新的对象 这样的话做法可能会更加高效 当然这样做法不一定在GS中适用 这个到时候我们大家会再详细说 这是创建型的模式 然后结构型的模式分为 设备器模式 装饰器模式 代理模式 外观模式 这四个是我们会在后面去详细的讲的 这个我们太多了 我们就不按着去解释了 后面我们会再详细讲 然后桥建模式 组合模式 响言模式 这三个呢 我们在后面不会讲那么详细 但是呢 我们也会用一些例子来演示 为什么有些详细有些不详细呢 我们后面会再解释 它也是基于我们前端的使用场景的 所以说我们必须有一个优先级的划分 这样的话 讲起来也会容易 接受起来也会容易 特别是对你的学习是有主有刺的 这样的话 你会把你的时间用到刀子上 把最应该学习应该接受的 有个优先学习完 行为型 行为型 我们分了两页去VT来讲 因为一页PVT放不开 行为型比较多 行为型有策略模式 模板方法模式 观察者模式 递在器模式 职责链模式 命令模式 这是第一 其中这个观察者模式 是我们前端用的 前端或者说GS用的特别特别多的 这一块我们会花很大精力来讲 叠在器模式呢 也是我们用的很常用的 因为特别是ESU的语 ESU新的语法出来之后 叠在器已经加到标准中了 所以说这块我们也会详细讲 像策略模式 模板方法模式 自立模式和这个命令模式呢 我们不会讲到那么详细 我们大约会花十来分钟左右的时间 通过一些例子来演示 所以说这块也有预先机划分 然后第二页里面有 双路模式 状态模式 访问者模式 中介者模式 和解释器模式 这几个设解模式中呢 我们会重点去讲状态模式 状态模式 因为涉及到一些 状态机的一些东西 在我们前端用的是 有些应用场景 所以说我们会详细讲 然后背包录模式 访问者模式呢 这个我们会拿一些例子来简略讲 不会讲那么详细 然后那个中介者 和这个解释器模式呢 解释器模式 因为它用的确实是比较少 所以说我们呢 就是简单的去讲一下 它的一些介绍和一些用意 我们就不再花费 太多经历来讲 所以说我们的 约线集是有划分的 我们会把一些 特别常用的一些 设解模式来详细讲解 然后如果是非常用的 就是不是很常用的呢 我们就略讲 就是不会讲那么详细 什么叫略讲呢 因为它没有 那么多使用场景 就讲不是那么多使用场景 所以说我们这个 约线集就放低了 前面这个详细讲解 就是因为它 讲的过程中 我们会有很多使用场景 我们可以拿很多的例子来讲 所以说它就是想讲了 就时间就不一样了嘛 最后就是全团少用的设解模式呢 我们就以介绍为主 我们就不去花太多时间来讲 因为讲了其实也是 不能说白讲嘛 至少是我觉得时间有点浪费 然后在讲之前 我们先说一下 如何讲解设解模式 如何讲解 就是我用什么方法来讲解 第一个呢 是先介绍和举例 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工厂模式 我们先去介绍 什么是工厂模式 然后再举个例子 就是生活中一些 意欲理解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到时我们会举一个 你去肯德基买汉堡的一个例子 这个谁都明白 我相信程序员应该还是都去过肯德基的 接下来呢 我们会第二部分 就是画UML类图 写demo代码 就是这部应该是跟我们 在网上查设解模式的一些文档是一样的 你在网上查设解模式的文档 首先出来的应该就是类图 所以说我们这就先画类图 然后根据类图去写demo代码 这个demo不是一个实际应用场景的 它是结合类图来写代码的 当然我们为了类图和代码在一块 所以说我们就把代码写下来 把类图画下来 然后第三步呢 是结合经典应用场景 讲解设计模式如何被使用 这一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在讲设计模式的时候 如果是只把前面这两个讲了 没有第三个 我觉得这个就等于是白讲 就等于是白讲 你不知道它哪用 讲完之后你都不知道在哪用 那你以后你自己怎么用 你也是不知道嘛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该如何学习设计模式 前面这个问题是我该如何讲解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该如何学习 这样的话我给大家几个建议 第一个是 首先你要明白 每个设计模式的这个道理和用意 就是你要有充分理解它 就你要接受它 你要明白它出来是有意义的 并且你要明白 它出来的意义是什么 你要彻底明白 这一点你要明白 到这一步你可能还不会用 也可能还不会写它详细的一些代码 或者说类图 你可能都不会 但是你要明白它的一些用意 这一点就跟你之前学设计原则 有没有学透 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是你之前学设计原则的时候 就没有学好 那你这一步估计很有可能就不会理解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之前要花那么多时间 去讲面向对象 讲设计原则 包括讲设计原则之前 我们要拿一本书的一些例子 给大家引导什么是设计 这有很大关系 第二个就是通过经典应用场景 提供它的真用使用场景 就是你理解的用意和道理之后 然后你再理解它的UMR类图和它的代码代码 这个时候你要把它拿到一些经典的应用场景中去体会 当然这一步我会给大家一块来看 但是这个过程是不光是需要你自己看 需要你亲身去参与其中 亲身去写代码 亲身去跟我一块去对着视频来操作的一个过程 然后第三步呢 就是自己编码是要多思考尽量模仿 就是你看完这个教程之后 比如说一共23种设计模式 我们常用的可能就是不到10种 大约比如说9种吧 八种九种呢 那你在平常写代码的时候 你是不是需要考虑考虑 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用什么什么设计模式 对吧 是不是和什么什么设计模式很像 这样的话你就尽量去模仿人家是怎么用的 因为第二步已经给出你了真正的使用场景 所以说你就尽量去模仿 经过这几步之后呢 特别是第三步 你如果做多了之后呢 接下来自己再写代码 你就会不知不觉前一步话的去写出 那个符合设计原则的代码 说到这一点呢 就临时想到一个事情 就是之前看过一些文章 大家可能也都看过 就是如何成为一个大师 或者成为一个牛人 他提到一个词叫刻意训练 比如说打篮球 那个咱们看NBA看CBA 无非就是跑动啊投篮啊 然后跳投上篮啊之类的这些是吧 但是你想没想过那些篮球运动员 他们在场下训练的时候 他们会训练什么 他们不仅仅是训练投篮 他们还有训练一些体力啊 一些还有这个力量啊之类的这些 这就是刻意训练 我们这个代码也是这样的 就是你要去逼着自己去刻意训练 不要说设计模式 这个东西我们开发用不着嘛 用不着我就不弄了对吧 你越不弄你就越不会 就是这个道理 OK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啊 就是这一小节 介绍23种设计模式 主要的其实就是介绍一下 分为这么几种类型 创建型结构型和行为型 其实每种类型里面包含什么 大家不用去背啊 不用去记 没有人靠你这个 但是你要明白这个创建型 结构型和行为型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你这个地方要明白 然后我后面还花了几分钟的时间 讲了一下 如何学习设计模式 这一点 特别提到一个科医训练的 这个就是科医模仿 大家一定要 一定要去用起来 用起来才行 你用不起来 那基本上就跟你等于 不能说等于没学吧 但是基本也差不多 我们这一节 就是介绍23种设计模式 这一节就已经讲完了